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包夹成功之后 警察他们反应也很快 您可以看到原警下车了 直接这样子肉身破窗 要成功把嫌犯抓下车 其实原警他们遇到这样的状况 是很常见的 但一不注意就非常容易受伤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嫌犯逼到死路 让他自撞 或是利用车头车尾来冲撞 上猛撞 车辆直接横向停在路边 前头撞爛了还催油门 嫌犯一度开门想逃 却被警车包夹 动弹不得 原警衝下车拿着器具 破坏車窗玻璃 要把人揪出 大动作围捕 因为车内驾驶是一名通緝毒贩 事发就在十八号下午五点多 许姓男子因为毒品案 遭到发布通緝 警方发现他的行踪 进行跟监 回到现场 车内零件散落遗地 警方和嫌犯在桃园中立区 松江北路相遇 第一台警车先往前 将嫌犯逼到路边 第二台警车再用车身冲撞 负责包夹 为的就是让嫌犯无路可退 原警为了成功抓到犯人 常常以车挡车 还是有危险 一不小心就可能受众伤 为了成功抓犯人 不计一切代价 只为了不让嫌犯继续为非作歹 华视闻潘育权 陈欣慈 杨之一桃原报道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